在我军的开国五虎将中 彭德怀和徐向前是公认的最擅长打逆风仗的两位元帅 在山西的战役中 徐向前以五万残破的地方部队 创造了全街延西山守军三十万的光辉战绩 而与此同时 彭德怀更是以一比十的烈士兵力 以两万之众创造了击败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传奇历史 1947年2月10日 胡宗南调集五个旅的兵力 向我隆东分区发起了进攻 他这一招用心险恶 目的是吸引我军向西集结 然后他再集中兵力骑袭延安 2月14日 中央军北命令 将进随第一纵队 陕北新边第四旅 教导旅 警备一旅 警备二旅 共计六个旅2.8万人 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 由张宗迅出任司令员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随后出击隆东 计划一举击溃来犯之敌 3月3日 我军进至隆东河水地区 通过侦查德之敌整边48旅 已经撤退至西滑池板桥一线 于是决心全坚该旅 3月3日 我军向西滑池和板桥两地发起进攻 但由于情况不明 未发现敌人在板桥的守军 已经撤入西滑池 这便给我军的兵力部署带来了误判 我军既为在运动中 伏击板桥撤向西滑池的敌军 也没能趁着敌军进入西滑池 立足未稳 就对其发起进攻 给了敌人部署防御的时间 同时 由于敌人两股兵力合到了一起 又造成我军的进攻部队过少 随着战斗的进行 小小的西滑池迟迟未能拿下 前线指挥员不得不逐次增兵 最终犯了天游战术的兵家之计 经过激战 我军最终避敌1500余人 虽然给了敌人歼灭性的打击 但最终未能达成全坚 到3月5日浮晓 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 我军选择主动撤离战场 西滑池战斗 我军以4比1的优势兵力 最终竟然未能达成全坚敌人一个旅的作战任务 这种情况在我军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在战后总结会议上 大家一致认为 此战查明了湖宗南部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 是不可小觑的 但是湖宗南部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顽强 大家都有些疑惑 在西滑池战斗前后 我党地下党员 湖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辉 向中央传回了湖宗南将要闪击延安的计划 中央军委统计了湖宗南用于向延安进攻的兵力 仅是当面之敌 就有7个整编师 24个整编旅 52个团的正规部队 以及21个团地方武装 加起来达到了24万人左右 湖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 其部队经过长期的整训 部队充实 装备先进 当时的延安 虽然是中央的驻地 但左右前后都无大军拱卫 一直到大战到来前 陕北甚至还没有一个野战部队的统一指挥机关 就军事力量而言 就算加上近西北地区 国军在这里的军事力量 也是全国各大战区中最薄弱的 能动用的部队大概只有2.5万人 算起来 双方的兵力对比为10比1 我方完全处于劣势 如何用仅有的2.5万人 对抗湖宗南24万人的大举进攻呢 毫无疑问 必须要有一员能震得住场子的统帅才行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彭德怀 在参加完隆东战斗检讨会后 回到了延安 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延安保卫战的部署情况后 主动请英说 主席 贺龙现在在禁随 在他回来之前 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2万人 是否有我暂时指挥 自从七大调回中央军委担任参谋长 协助毛主席和朱老总做军事工作以来 彭老总实际上已经离开前线一段时间了 军人出身的他自然非常希望能重回前线 彭老总能在这样的逆境下主动挑起担子 不禁让人想起了毛主席的那句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他的意见和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 毛主席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不过他意见不是只让彭老总暂时指挥 而是让他出任即将组建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 在掩护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 彭德怀对大家说 11年前我们红军和敌人是1比20的比例 但我们打了胜仗 现在我们要打胜仗 将来还要打胜仗 胡宗南的几十个团都会被我们消灭在这里 到那时候我们不止会打到西安去 由此开始 彭德怀开始了他在西北战场上的神话 3月19日 在掩护中央离开后 西北野战军有序放弃延安 胡宗南也得偿所愿 实现了蒋介石交代给他的作战目标 21日 蒋介石给胡宗南发了一封庆贺电报 延安如期收复 为党为国雪21年之耻辱 得以略畏矣 无敌苦心努力 赤城中勇 天自有以保之也 胡宗南随后被升为陆军上将 并授予二等保顶勋章 但是 此时的延安不过是一座空城 胡宗南即位在闪击延安过程中 达到歼灭我不的目的 对中央的去向更是茫然无知 最开始 胡宗南误以为我军已经向安塞撤退 便下令部队向安塞前进 被我军在途中射服 全剑了其孤立行军的31旅 4月 胡宗南多日求战不得 又向盘龙一带发起了进攻 彭德怀指挥四个旅 再次在途中射服 又剑其一个旅 5月 胡宗南根据不实情报 下令部队北上随德 与我军决战 彭德怀则调集四个旅必时就须 南下进攻胡宗南的后勤 扶起基地盘龙 全剑其一个旅 缴获物资无数 彭德怀一出手便是三战三截 大大鼓舞了士气 帮助我军度过了撤离延安后的困难时期 胡宗南这位蒋介石的得意门生 在战尽天时低利的条件下 却输在了没有人和 胡宗南被彭德怀的伏击战打怕了 下令部队不走大道 专走小路 不再单独行动 而是数路并行 凭借着根据地的群众基础 我军每次都能迅速脱离 用蘑菇战术不断袭扰 胡宗南则每每扑空 搞得人困马乏 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大军 被牵制在西北战场 从强师被拖成了弱旅 反而未能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 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对胡宗南面临的这一尴尬情况非常悲观 1947年3月19日 他在日记中预言到占领延安后 如果彭德怀被迫率部转入山西 则证明其已经失去能力 如果彭德怀不撤退 反而率部折回到胡宗南的后方 则可证明其依旧有力 徐永昌说 从这两种选择中 可以推测出共产党的前途 后来的事实显示 彭德怀并未退入山西 而是在胡宗南的后方 闹了个底朝天 到1947年年底 经过近一年的战斗 胡宗南已经被拖得失去了优势 其兵力优势也从最开始的 十倍优势下降为五倍 而且由于他分兵聚首 还要不时兼顾晋南和玉西的作战 导致其部队频繁调动 疲于奔命 士气低落 在1948年1月的 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 经中央批准 彭德怀下达了不时时机的 转入外线作战 恢复并扩大根据地 侧应中原战场的命令 本着首战必胜的原则 彭德怀精心挑选了宜川 作为外线首战的战场 胡宗南在此地 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彭德怀以两个纵队的兵力 进攻宜川 但故意示弱 只进攻不攻克 以吸引胡宗南派兵来源 在其必经之路 彭德怀布置了近五个纵队兵力 用于大员 两个月前 西北野战军在进攻榆林时 由于攻城经验不足 迟迟未能攻克 最后无奈选择撤军 我军这次不成功的经验 给了胡宗南盲目的自信 他以为宜川还是榆 便派出了29军 沿宜川公路池员 在29军进入瓦子街地区时 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雪 道路冰封 人马拥塞 国军则从公路两侧的山地上 居高临下 搭起了进攻 经过两天的激战 29军两个师 两万四千人被全歼 军长刘勘 九十师师长严明等高级将领 亦死于战阵之中 一袜战役是胡宗南入闪后的 第一个惨重失败 此战导致国军在陕西的 主力折损三分之一以上 几乎伤及元气 蒋介石收到战报后 大为震怒 称此战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 胡宗南疏忽清律 未能研究匪情 重蹈覆辙 数为痛心 但胡宗南毕竟是天子门生 只是获得了撤制留任的处分 渡江战役结束后 国军在整个西北约有四十万人 其中包括西安绥靖公署的 胡宗南所部十七万 马布芳和马洪奎的十四万人 和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七万人 而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和扩充 总兵力也达到了十九万人 虽然此时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二比一 我军还处在明显的劣势 但我军的优势在于部队可以集中使用 而国军在西北的三股力量互不同属 彼此相隔遥远 交通不便 无法协同作战 且距离较近的胡宗南和二马彼此不服 势如水火 反增弊端 随着国军在全国战场上的失败 胡宗南一路撤退至汉中 准备以秦岭为天然屏障 阻挡我军的南进 二马则继续在甘青宁一带进行防御 随着第一夜战军进军西北 二马被感压力 因为胡宗南随时可以退向四川 而二马的老巢一旦被占领 他们基本无路可退 因此二马主动邀请胡宗南发起反击作战 共同进攻 由于无法对胡 马形成优势 彭德怀决定以一代劳 下令第一夜战军暂停前进 主动后退 在武功一代坚决促击 与此同时 华北十八 十九兵团开始从太原和禁中 全速向陕西开进 他们的加入 让一夜如天必榜 兵力增加至三十四万人 一线兵力已经超过胡 马两军 得到情报的胡 马纷纷后撤 由于胡宗南部距离较近 且兵力集中 而马家军则距离较远 且非常分散 彭德怀于是决定前马打胡 不封梅县战役胜利后 胡宗南被迫难退秦岭 马家军则但于一夜的压力 一路退回隆东 此战之后 共军在西北战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之后 彭德怀又以前胡打马的方针 将进攻的重点指向了马家军 为了应对彭德怀的进攻 马不方决定举行所谓的平梁会战 他命令马红奎以两个军阵守平梁 自己派出三个军在六盘山待机出动 并请胡宗南从秦岭适时出击 但马红奎却认为 这样一来 自己的部队就被摆在了第一线 就算赢了 也要损伤元气 败了更是自身难保 到时候 马不方却可以在后方随意进退 于是他下令部队撤出平梁 退至宁夏防守 二马拥兵自重 勾心斗角 我军一路向前 未经过大的战斗 就占领了平梁 雇员 静宁 切断了二马的联系 并开始筹备兰州战役 由于马家军无可再退 兰州战役成了一野 在进军西北途中 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攻城战 但这并无法改变兰州 被解放的命运 随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副参谋长彭明鼎率部 在九泉起义 甘肃的战事从此结束 在随后的宁夏战役中 马洪奎由于战前 就坐飞机离开了宁夏 留下他的儿子马敦静 代替他指挥部队 他的八万部队 已无再战之心 9月18日 八十一军宣布起义 两天后马敦静 也坐飞机离开了 马家军余部 最后选择接受和平协议 开网指定地点 听后处置 宁夏的战事也因此结束 仅剩的新疆 在张志忠的从中调和下 最终宣布脱离广州 国民党政府 其其部队被改编为22兵团 豪志悦将军继续担任司令员 在1955年 豪志悦还因为率不起有功 获得了开国上将的军衔 和一等解放勋章 在1955年